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我会预好美元仍在试低下降 但这件事大家要留意 这次美元指数又给了转向讯号 我想提论美元要注意一件事 美元跌浪由103开始跌下来 跌至今次做低下降 刚下跌了13个月 为何我这么注意这个月份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趋势的开端 13个月代表了和黄金比率 或我们经常说的数字系列时间 是很适项的 我想表达什么 即是说这个跌势 从时间性和价格的变化之中 是否美金反弹要反弹 好像有这样的营造 如果是因为美国的加息预期 我觉得有些不太差 因为根本过了议息会议 没有可能在未开的途中要加息 即是说6个星期后才会有机会以息 即是要到3月中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因为有加息预期 美金反弹 反而我觉得 美金已经做了一个自然的调整波 完结了的一个重新起步的上升阶段 如果是这样 那就麻烦了 因为星期五为何会认为 国金有机会会好一点 就是因为 似乎美元指数 如果以金来比较 事实上星期五 我们也说过国金是升得落后了 反而变成了原来是积弱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大家要注意 其实近期大部分贵金属 也有一个下跌危机出现 包括巴金 也出现了 由高位回落 大众商品似乎有 因为美元上升 反而造成压力 这代表什么 即是在1月份 由美元下跌所带来的 商品上升 原来变成了一个最后阶段的 吹谷 什么意思 如果美元没那么大跌幅 可能美元未必有那么长 或者升超过100元的幅度 所以如果这样顺理成章去看 星期五 金还要穿 我们所说的二三六 当然 你可以说它迟了 本来预计 调整一个星期就够了 但结果大家可以看到 连续两个星期内 都是由星期四开始 做了下跌波 如果对上颗的波 可能 跌穿了1340元 这些位置之后 似乎 又开了一个新的下跌空间 当然 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位置 大家要留意 就是1315元 只是由于之前的调整比较少 导致建议大家买的价格 都会比较偏上 其实 要谈论这个问题 所以 如果今天 这个星期 也不是国金不会升 而我都会建议大家买 不过就要看下一个阶段 可能要等1316这些位置才会考虑买 即是未去到这个价格之前 似乎国金还有10元跌幅 即是用日落去计算 因为 一个星期下跌30多 上星期最后一天才多跌几元 上次最低33 今次最低27 即是还有一些空间 而且大家要留意 究竟会否做反弹 才再下跌 有的 但我相信 可能今天要再试多次跌穿1327元 才会弹一弹 但我相信 去到40多 可能已经差不多 所以 今天 我觉得是偏弱点 因为美金也叫做双底 所以这两件事也会影响到 金的上升动力 所以大家要留意 所以今天先偏向沽金 长世价 记得去我SKYFYLAND的Facebook专页 今天的节目先做到这里 希望能够 明镜需要更多的 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李宗主